斯密特等一行九人 在北京轉乘客機去北韓首都平壤 同行的團長是前墨西哥州州長李查鑫 斯密特的女兒和谷歌創意主管科欣等 李查鑫說此行是涉及人道援助的私人訪問 將會和北韓政商界領袖會面 亦都會爭取和涉及間諜罪 而被北韓當局扣留的韓裔美國人裴進府見面 李查鑫表示雖然今次不是谷歌之行 但他相信斯密特對北韓的經濟 社交媒體等方面有很大興趣 北韓一直以來嚴格限制國內近2,400萬民眾 使用網絡接收外國資訊 令北韓成為全球少數網絡未普及的國家 有分析就指 谷歌是否計劃在北韓發展不得而知 但斯密特參與北韓訪問團 令美國政府為難 主張資訊自由的Google 在2010年因為不願配合北京當局的內容審查要求 將搜尋服務由大陸撤出轉移到香港 奧巴馬政府不願意斯密特前往北韓 以免增加金正恩的聲望 但如果反對斯密特 和管制嚴格的北韓接觸 本身亦可能招致批評 北韓上個月不理會國際反對發射火箭 聯合國安理會正考慮加強制裁北韓 美國國務院就表明 斯密特等人在這個時候出訪平壤 時機並不適合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